今天的紀錄所政案,我高興都能夠就著要檢討校本管理的方向和精神,大家都是同意的。 有一個共識,我聽到今天的發言,整體而言都有一個強烈的共識。 校本管理當然是一個好的概念,但在實施上的確有很多問題要處理。 何啟明議員,張學軍議員,還有許智峰議員的修正案,都是肯定了這個方向。 何啟明議員的修正案當中,有幾點特別是好的。 剛才毛孟靜議員也想說,不知道是不是我想打算說的一些要點。 譬如說,何啟明議員提到,在整個文選的校董,教師校董的選出方法, 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確保他的公平和公正性的一些措施。 我想這些都是好的做法。 又例如說,每年教育局都應該隨機抽養和學校的老師了解,實際上面談。 這也是好的做法。 這些方式,我覺得都能夠豐富到我本來的原議案。 只不過有少少的地方,我覺得在何啟明議員的第三點, 就說小組的成員,我說加入獨立人士,何啟明議員就變成了教育局的官員。 以及他就要求每宗申訴個案都是成立獨立小組。恐怕可能這個都會比較困難,或者未必是這麼完善。 但是整體而言,何啟明議員的修正案,我覺得是欣賞的。 張國軍議員的修正案,其實都是有他的一些好的地方。 譬如說,在他的第二點當中,他就認為在處理申訴的過程當中, 他特別強調教育局必要時應該介入矯正有關學校的管理問題。 這一點我想提一提是非常之重要。 因爲局長剛才所說,現在的申訴制度基本上是與國際沒有分別。 亦即是說,教育局沒有改變了他申訴的角色,所以其實是好的。 但是問題是,究竟能不能解決問題呢? 在議員的反應,在林老師的家屬的反應, 大家都看到其實申訴沒有一個實際的效果出來。 這一點,張國軍議員到了,要矯正有關學校的管理問題。 這一點是重要。 但是,張國軍議員有一些地方我是有保留的。 譬如說,他將教師公會的訴求改為只是考慮。 這一點我在這裡特別要澄清。 教師公會並不是我們在今天突然之間提出的。 其實在1997年的時候,董建華已經在他的施政報告列入了這個要完成的。 這其實是政府到現在還未完成的一個已經定了的政策。 所以其實已經過了二十多年了。 在我的議案裡頭,我是說要盡快做好的。 所以這一點,希望大家要留意。 至於加強教育專業組守則的推廣和應用,這一點我是同意的。 最後,許智峯議員的議案提到要加強不同的持訓者、家長的參與。 這我覺得也是贊同的。 甚至乎剛才有議員都提出, 其實在校本更良好的管治當中, 學生的聲音都應該能夠參考到。 在我最近去到芬蘭的時候, 去了解他們學校的管治制度的時候, 學校的管治的確由各個持訓者、家長、教師, 甚至乎學生都有參與。 對於學校來說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幫助。 事務的計劃。 作用中文字幕寄進展指定正中文字幕詞 स tuv獄。 500元寨第4話。 由 roots Tao我會提供認專業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